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塔莎的花园 这里是我们的园艺小知识系列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是 用泡沫箱种菜到底有没有问题 很多朋友会担心说 用泡沫箱种菜它会不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 从而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 除非你选择的泡沫箱之前 是装过一些化学原料或者化工物质的 它才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泡沫箱 是新的泡沫箱 或者是用来装果蔬的泡沫箱 那么大家就可以放心地使用了 我们国家对泡沫箱的生产标准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在100摄氏度左右呢 才可能会出现软化 在240摄氏度左右呢 才可能会出现液化 我们在正常的温度下使用呢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问题的 那么这两颗小西红柿呢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用泡沫箱种下的 它现在长势呢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地用泡沫箱种菜 嗯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园艺 欢迎关注塔莎的花园 拜拜 拜拜